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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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视频 毕达尔亮相巴萨官方球迷商店 字幕加盲巴萨算是圆梦成功 时长约36秒 腾讯体育8月6日是埃图罗比达尔将在当地时间周一中午与巴萨正式签约 随后将出席新闻发布会 西班牙媒体披露 比达尔将参加周二的训练课 他非常有希望出战8月12日 举行的西班牙超级杯 比达尔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 当地时间8月5日晚 他来到甘伯体育城 与队辉强和营 随后来到罗坎府的巴萨专卖店 参加了推广活动 据世界体育宝的消息 当地时间8月6日上午9点开始 比达尔将在甘伯体育城的医疗中心接受体检 时间长达三个小时 重点是比达尔的游戏 将接受核磁供诊和超声波检查 通常情况下 巴萨球员体检时间是一个半小时左右 12点半 比达尔将与巴萨主席巴托梅舞一起完成签约 13点 比达尔将和巴萨刚曾移到 在诺坎府的讲台上发表讲话 13点35分 比达尔将到诺坎府球场拍照 但是由于诺坎府正在修理作息和保养设施 出于安全考虑 他的这次活动将不允许球迷进场 14点15分 比达尔将在1899年纪念礼堂出席发布会 西班牙媒体还披露了训练计划 比达尔将在8月7日上午 参加一线队的训练课 换言之 今天他签约 明天就和队友们一起训练 备战8月12日 举行的西班牙超级杯 对于他能否出战这场比赛 西梅非常看好 新人对比旧人 这是球迷间非常常见的话题 另一家巴塞罗那报纸 每日体育报举了此前两名位置相似的例子 亚历山大宋和保利尼奥 宋身强体壮技术出广 却被教练逼着拒绝不思客词 受千负所限 最终宋表现平平 保利尼奥去年刚加忙八发时 大多数人并没对他奢望太高 却生活意外惊喜 为大勇